東方名著石油主席王坤被控串謀詐騙5億等罪名 但一直聲稱邀傷在台灣留意 之前已經有金融圈中人估他未必回香港受審 王坤最近還在台灣實被失蹤事件樸縮迷離 不過王坤的好朋友周顯跟我們說 王坤失蹤之前一直打算回香港受審 王坤今次在台灣太太梁家悶哀逼神被帶走 我們去台灣當地看過王坤所住的屋苑 並不是愛家所說的豪宅 他住的單位裏面有一男一女英美 聲稱是王坤的親戚但拒絕受訪 現在台灣警方懷疑有人自製綁架案 周顯依然支持王坤 因為他太太是台灣人 是 那麼台灣如果有居居流傳的話 那麼他基本上是香港政府留意不去 那麼他無需原因 因為他現在在台灣避了案 變成他是一個台船的台灣在找他的頸來的 那麼他就變成了絕愛送資反應 因為他真的作為棄報遷徒 他本來自明知道是有案要審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法庭是有權 應對行動繼續審訊 但是如果不是他自己特地離開 而是被人劫走了什麼 我相信他都會等 因為他對他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